問題是剛才就是有提到那個 立法院審法案的問題 我想請教是 在民進黨就是 全面執政之下 在執政前的某些政策 應該可以快速通過 就拿民權法案來說 就是在民進黨就是 完全執政下好像那個執政的 速度跟人民的期待有一點落差 往往好像要等到選舉前才會 就是開綠燈的這樣的一個 感覺 那想請問說就是 那我們要 怎麼去相信說有些改革法案 會如就是賴董農理在提提講的 就是會 如實的實現還是要等到下一次選舉的時候才我們才看到 比較明顯的緊張 房價上面 政府有沒有另外再推其他的政策 包括實價 登陸2.0 好 還有 包括一些其他的政策 其實他是 他是一直都有在推 包括現在推 這個 同房稅2.0 其實他有 他並不是說 平時都 沒有在進行 然後 選舉到的時候才能通過 在座各位都花費10分機的生命 典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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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典 請問要如果說服了民典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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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